为了想要获取高获利 台南有民众被诈骗集团的话术给诱骗成功了 还甚至因此剩亲戚来借了50万 打算要投资 不过就在交付款项前一刻 他很担心自己会被骗 所以除了在诈骗群组当中发问 这是否是诈骗集团 这有问跟没问是一样的意思之外 他还做了一个保险动作 透过朋友联系警方 经过再三确认之后 的确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 因此他配合原警察器行动 约出车手见面交款 让三名嫌犯顺利落网 自己也保住了50万 远警埋伏屋内假装看广告传单 实际上紧盯外面动静 一看到车手出现取款 马上冲出门外 两名头伙逃窜也一一被远警压制 三名车手和被害人相约取款 随身带着点钞机 竟然还装无辜 台南一名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 谎称投资高获利的圈套 跟亲戚借钱后又担心被骗 还在诈骗群组中发问 是不是诈骗集团 就在相约付款前被害人还是不放心 请朋友跟分局询问 确认遭到诈骗后 配合警方的查契行动 顺利逮捕三名车手 也保住了50万元 记者姚文华台南报导